海底通道 在英国和法国之间,有一个著名的海峡,英吉利海峡。 它西面连着大西洋,东面通往北海,是海上交通最繁忙的航道之一,但是环境也最险恶。 因此,很久以来,人们就梦想在英吉利海峡修建一条海底通道,把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连在一起。 有一位法国工程师为此研究了三十多年。 为了制定出最佳设计方案,他曾潜到33米深的海底了解地质情况。 经过二百多次测量,在获得了大量的地质结构数据后,他终于在1855年设计出了一个海底通道修建方案,并受到拿破仑三世和维多利亚女王的赞赏。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,海底通道工程一直没能动工。 直到1986年1月,英法首脑才正式向世人宣布,英吉利海峡工程由英法双方共同开始修建。 经过艰苦努力,这项二十世纪最庞大的工程终于完工了。 通道建在海底下两米深的岩石中,包括两条长50公里,直径7.3米的铁路通道和一条浮物通道。 1993年6月20日,欧洲之星号列车首次只用26分钟就通过了英吉利海底通道。 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奇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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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